大家好,我是以身士徒的朱教授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刚买到的印度苦练油 传说中的沙虫神器 之前我试过各种网上的沙虫配方都不行 所以我把这个大沙季买回来了 春的苦练油在低温下会凝结成块 这是没有经过化学加工的好东西 很奇怪的味道,不是臭 感觉有点像我小时候闻那个屁麻的那个味道 倒还不臭,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闻 看人家说这个味道比较怪 的确是比较怪 但是也不是臭 就是闭麻油的那种味道 传说它是能让虫子食欲不振 卵和幼虫不再发育 能彻底断子绝孙 甚至还能杀人的精子 印度人拿它做笔运手段 今天我就以身试读 看看人吃了会不会死 毕竟这个是要喷到叶子上的 最终也会被我们吃到肚子里 苦 啊 啊 苦 苦辣 就像喝了酒之后 那个白酒那种辣味 啊 那又苦 非常苦的白酒那种感觉 啊 啊 啊 春的苦炼油太苦了 不过不要担心朱教授的安慰 苦炼油在印度是作为一种保健 抗癌的药物长期被服用的 我买的也是有机出炸 硬炼油很安全的 我按照网上的配方配一个硬炼油的杀虫剂 首先是一升温水 然后加5毫升硬炼油 再加1到2毫升的洗结晶作为乳化剂 搅拌均匀 简单的天然有机沙虫剂就完成啦 注意我用的洗结晶也是纯天然的植物 提取洗结晶也是刻意入口的 我们来测试下它的pH和ppm如何吧 pH7.51 ppm248 这个数值很不错 上次我配的小苏打的沙虫剂 ppm竟然高达3600多 我都怀疑会把植物给烧死 配好之后感觉没有那么大的味道 不臭上去闻是闻不到异味的 依然是老规矩干了这碗很喝水 一点点苦玩 还能接受 比如说这个鼻子马上通了 刚才这个我有点感冒 这个鼻子是堵的 但是喝了那两口油之后 马上这个提神醒脑就鼻子就通了 有一定疗效啊这东西 好了今天就是这样 如果明天朱教授没有更新 你们懂得我肯定是人生翻车了 千万不要学朱教授随便乱吃东西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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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